神秘的白色魔法师终于露出了人类姿态 法爷的故事迎来高潮 贤者警告悟空如果还抱着玩的心态去执行任务 那么他将永远拿不到贤者知识 因为举行魔宴需要大量幻魔的魔力 为了得到贤者知识 这次他们派出了实力强劲的幻魔巴哈姆特 一队正在猎球的男女被幻魔盯上 关键时刻情人驾驭几风赶到 早就挺稳无奇的大名 巴哈姆特战役高涨 一上来就不客气的挥出几拳 倒地的情人扣下半击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子弹被对方的无音兽全部接下 远程输出不行 情人把武器切换成剑模式 流水形态精神砍了几下 却发现根本砍不动 反而被对方击退 既然这样 他始祝绝活一化魔法 虽说投机取笑占了小便宜 但巴哈姆特不吃这招 无奈之下 情人切换大地形态 玩起了打地术游戏 在强者面前 任何花里胡哨都无处遁形 光束飞刃击中情人 破解了这招 本以为让幻眉绝望 是个无聊的事情 但有魔法师干架 让巴哈姆特兴趣大增 今天打够了 他决定下次再来玩一玩 男生向情人表示感谢 但当看到对方的样子时 两个人都呆住了 原来 情人与何也曾经是大学族学队队友 两人当时的梦想 都是成为职业运动员 既是竞争对手 也是好朋友 现在还判断不了 何也和女朋友直美 谁是幻门 情人打算守在他们身边 却遭到了直美拒绝 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情人是摧毁别人希望的人 似乎他们之间有不相的矛盾 何也向大家讲述了 去年选拔赛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 他和情人同上经济 两个人在比赛中争下球时 情人放产伤到了何也的腿 一声诊断表明 何也再也踢不了球了 虽说失去了 成为职业球员的希望 但何也并没有因此责怪情人 让他这么生气的 是后来情人突然晚消失 放弃踢球这件事情 林子以为 情人是被卷入了魔眼中 失出有因 但实际上 那是情人理队之后的事情了 在选拔赛上落选后 何也鼓励情人不要放弃 未来还有希望 没想到情人一走了之 让何也的期待彻底破灭 来到训练场地 何也不顾腿上 不断地练习射门 他想让情人看看 自己即使遍体鳞伤 也依然在战斗 因为他要守护 成为职业球员这个希望 听到这话 潜伏在暗处的巴哈姆特出现 他一直在等这个时机 现在他知道 只要让何也永远不能踢球 就可以让他绝望 兽爷也会两人撤离 近身搏斗打不过 他穿上变色罗斗篷 触手缠住对方的手臂 却被巴哈姆特领起来 拽了几拳后扔到一边 也看兽爷倒地不起 何也腿脚不领 没法站起来 危急时刻 情人及时赶到 何也挣脱搀扶的手 执意要留下看情人战斗 何也魔龙形态 被巴哈姆特吊打 情人带上龙骑士气 召唤出乌齐F4 之前屡试不爽的全欧战术 在强盗的巴哈姆特面前 不起效果 四位骑士同时冲上去 却被猛烈的冲击波击溃 巴哈姆特痛打落水狗 狠狠地踢了两脚后 抓住情人的脖子 准备给他最后一击 就在这时 一个足球飞过来 干扰了他的施法动作 何也不顾生命危险 朝着巴哈姆特射门 一发光刃袭来 何也终招倒地 也看敌人要下死手 情人挣扎着冲过来 用身体扛下这一击 下一波光刃来临前 兽也终于从地上爬起来 不过超进化形单的能力 被巴哈姆特完全克制 幻影麦里江的子弹 几本造成不了伤害 七日剑形势不妙 召唤出锁链 牵住着巴哈姆特的身体 随后复制出三个屋起 召唤出四座火焰墙壁 等到巴哈姆特争断锁链 踢爆撕到墙壁后 情人和兽也已经带着大家逃走了 一个拿手杖的中间人来到古董殿 拿出一颗紫色魔法石 让凡叔做成纸环 凡叔表示 之前不明真相的情况下 帮助他做了纸环 去把情人和阿丽 扯进和幻魔的战斗中 如果帮不到情人的话 他不会制作的 遭到拒绝后 男人提醒凡叔 这个纸环关系到很多人的生命 从结果上来说 也会帮到情人 没得凡叔同意 他把魔法石留下 并告知了自己叫底木 转身离开 只没把荷野受伤的责任 归结到情人头上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情人 他就不会这么拼命 七人下地决心 要一直守在荷野身旁 刚开始 只没是拒绝的 在经过林子和睡眠的劝说 他只好妥协一次 深夜 巴哈姆特潜入病房 兴奋的掀开被子 没看到荷野 却等来了魔法石的子弹 另一边守候荷野的兽野 看到敌人出现 也赶往现场 三人在医院外面缠斗 巴哈姆特以一敌二 完全不屈 甚至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兽野死死抱住对方的身体 七人顺其砍伤 巴哈姆特的肩膀 虽然靠力量推到两人 但肩膀受伤 影响了巴哈姆特玩游戏的乐趣 他选择暂时撤退 等待下次再战 经过一宿的忙碌 凡叔累的趴在桌上 魔像打开箱子 偷偷拿走那枚指环 等到敌木来钥匙 凡叔一点尴尬 第一拳指了指方向 似乎是指环的位置 敌木告辞离开 安稳地睡了一宿 荷野在院子里 看小孩子踢球 他们开心的样子 让他想起和秦仁在一起的时光 受决昨天夜里 从荷野包里 偶然间发现了一张照片 那是秦仁与荷野的合照 过了这么久 荷野依然保存的很好 这时 直美慌张地跑过来 告诉两人 荷野不见了 因为看到小孩子踢球 荷野有些心痒 所以来到足球场 秦仁在这里找到他 为当年的逃避行为道歉 他告诉荷野 自己在后来找到了新的梦想 那就是作为魔法师 拯救他人的希望 感受到他坚定的信心 荷野拜托秦仁 一番争抢 荷野得到盛门的机会 足球应声入网 这弥补了去年 没有完成选拔赛的遗憾 愿望达成 荷野长输一口气 长期一来困扰他的心结解开 他决心努力恢复 重新追逐职业运动员的梦想 两人又回到了以前的关系 巴哈姆特不请自来 肩膀伤好后 他准备放手一搏 先人戴上指环面身 独球场对他与荷野来说 是神圣的地方 他不允许有恶人践踏 亲人帮助巴哈姆特来到外面 荷野在一旁观战 亲人使出了标志性的踢球动作 记住形态 逼得巴哈姆特连连后退 锁链将敌人的身体缠住 亲人切换流水魔龙形态 释放冷气将他的身体冻住 随后化作火焰魔龙 在火焰吞动的瞬间 巴哈姆特正断绳索 硬扛了一波火焰攻击 跳起来给了亲人一拳 一般的魔法不奏效 亲人带上无限制环 钻石光芒 将巴哈姆特正看 钻石网龙5 华丽登场 手持辉煌剑斧 亲人另用超加速来回劈砍 巴哈姆特跟不上他的行动 只能被动挨揍 剑武十一刀 亲人拍击抚灭 释放大招 立劈划山 巴哈姆特被成功消灭 战斗结束 魔像带来的那颗紫色指环 亲人试了一下 系统提示出错 在他愣神时 第一三动犬把指环抢走 敌目亮出驱动器 带上指环变身 他的真实身份 居然是白色魔法师 两人没有发生冲突 白色魔法师提醒亲人 在必将来临的那一天 好好保护自己的安全 因为你也是最后的希望 舒安便离开了 亲人很疑惑 那一天指的是什么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姑息的故事还得继续 观众东坡 带你了解更多假面骑士